在我这样的年龄 比我大几岁就更清楚了 我记忆当中 我们做小孩的时候 国家还有这么一个法律 叫侵权处分 侵就是你的父母 你的孙父孙母 他有权的一个处分 是什么 如果他不喜欢 这儿子不孝 告到这个官府 你们把他杀掉 立刻执行 没有任何辨别的 你父母不要你了 所以从前 这一条法律还好 不孝的人也得假装就孝 父母是不高兴 告到衙门去 你命就没有了 真谛 这一点不佳了 这一条法律 在民国二十几年 废除的 抗战之前 抗战 好像是民国二十六年 在抗战之前 我记得有这么一个印象 所以人 最严重的罪过 第一个就不孝父母 第二条就是 被私叛道 老师的恩 跟父母没有两样 我们的慧命得至于老师 生命得至于父母 所以佛法 你看 敬业三福 第一条 一开头 第一句 孝养父母 第二句 奉尸四场 这两个根要坏掉了 伦理道德 全毁掉了 无论做什么好事 就好像花瓶里面 插的花一样 没根 这个道理 很深很深 现在人不讲求了 没人去想他了 所以今天社会动乱 今天地球灾难这么多 从哪来的 孝敬两个字 没有了 这是信德的大根大本 根本没有了 什么问题都出来了 今天就这个社会 怎么就完了 只有一条深路 赶快恢复 伦理道德的教育 恢复宗教教育 中国这一片大地 能延续五千年 靠的是传统教育 在西方 在外国 维系社会安定和平 靠宗教啊 他这一片大地 是传统教育 是传统教育 对 是传统教育 都没有了 是传统教育